〝游泳之二〞 〝泳之四〞 是大概2014年左右的那時候 那裡是造過的 所以我們這裡真的很多老人家 好慘 好像我們都不能搬 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你說 平坦可以走了 真的一早就能離開 有些業主不只是八樓 一直下去的情況都是這麼差 一直流下去 投訴到二樓 都是漏水的 趁趁樓 我和我先生 我七十多 他接近八十 帶著孫子 沒辦法搬 經濟能力不能搬 所以我們就找李議員幫忙 因為現在唯一是真的說 是李議員可以幫到我們 其他都幫不了 我們真的很多老人家 似乎是他爸爸 以前在排檔買咖啡的 我們認識他 他早幾年已經說了 他說 師奶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人等到 說完這句話 兩年後他走了 現在走了幾年 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很久 一會兒你去到我家屋 不要說是擔車來住 那些電製全部是沒辦法的 沒辦法 沒辦法 給樓下投訴滲水 你們這些老人家 真的一個一個等 很老實說 我還有機會等 我先生就不行了 可以告訴你 他末期癌程 你真是沒什麼機會等到 真是不想說其他東西 你覺得好像我這樣 我應該可以熬幾年 你說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政府還不來呢 Skyler 你今天下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預計到 原來這麼多街坊的需求 就是關於那個重建需求 是這麼大的呢 其實我們造區都一段時間了 所以對於特別是 五街十三街的重建需求 那個強力程度其實是知道的 那現在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人口不斷提升 已經是一個大家知道的事實 但是其實比較少人說 就是樓宇老化的速度 亦都是驚人 而其中就是 就是五街十三街 居民對於那個重建需求 就是一直都是非常強烈的 那如果說五街呢 今天我們來到五街 據我了解 這些都是一些 超過六十年 柳嶺的大廈 那加上一部分呢 還有結構性的危險 那所以我們認為政府呢 都是真的要實事求是 要想一下辦法 在新一屆裏電動新思雲呢 去真是被市民見到 可以進一步加快 舊區的重建 那有什麼辦法 可以開展到快些重建呢 我想其中一個 現在大家都明白 住屋需要是很迫舍的 那政府都可以再檢視一下 市區重建那個建屋的密度 那是不是可以進一步 將它提高一些 讓市區重建那個 重建後那個 地積比可以提高 那一方面是可以 令到那個居住人數增加 因為重建的都是市區地方 那其實很多市民 都希望在市區居住 那之前他有一些遊望計劃 有些地積比的轉移 那我覺得都可以想的 是吧 總體來說 我們很希望 特別是九龍城區 五階十三階 可以成為它下一個 下一個的重點的開啟計劃 因為這個不是今天才說出來的 所以我想政府第一 要多管齊下 考慮一下 是不是那個收購程序 可以減減 或者精簡 加快 因為現在一個重建項目 好像九龍城 舊區那樣 要去到2050 哇原來這麼長的 那雖然開展了開心 但是太慢了 那麼精簡程序 第二就是地積比 重建區的地積比 是否可以著情提高呢 以讓那個財政 那個可持續性 是可以容易一些過關呢 那第三就是地積比的轉移 那可能他將那個區劃大些的時候 有些部分可以轉移的時候 那就增加那個重建流印 第四我都希望他考慮居民的訴求 需求主導其實我是非常贊成的 但是他最近就沒有了這個計劃的了 那我希望他重新再將居民的訴求 作為一個其中重要的考慮因素 如果沒有居民的配合 的重建很難做的 那譬如這區這樣 已經有幾百個居民 強烈爭取的時候 希望他都是重點考慮 我看看我們這區服務的幹事 社區主任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是 因為可能都看到 可能是石屍的剝落 或者滲水情況 真是被被街市了 那很多都是老一輩的街坊住了 他已經是可能沒有能力 去搬出去再住了 找一個好地方住 那變相就拿在一個五六十年 樓齡以上的屋裡去住 那他們也都是 其實十三街面街 也都是很多三號大廈 那他們也都是 有些業主可能二了民 或者搬出去 很多時候就交給地產 那或者是老人家 其實他們就 對於籌組維修 是非常之困難的 那如果是有個市場重建 有個大面積的規劃 那就會更加好